我叫Janette,李梓玲,今年是2013年ECE EFB 學生 我現在就在MPR做Gradery Engineer 其實我做些甚麼呢? 其實這是一個兩年的一個program 在這兩年來我就會脫平去不同的地域 去不同的地域,就會周圍學校不同的地域 兩年後我就會去一個地域,再做兩年 其實暫時來講,實質上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 都是學不懂我去不同地域的東西 所以我每天都會走來走去不同的一些廠或是站去學習 其實我覺得GCE JobX怎樣可以幫到我 如果我apply到這份工呢? 其實我覺得怎樣可以幫到一些Year 3的學生呢? 我覺得最主要是他有很多workshop 那些workshop還會教你寫CV、CV 這些CV和CV是可以增加到自己的自信心 因為他也是用來apply工 然後他在給了一些interviewer的第一印象 另外還有下一步的就是那些workshop 不單是教你寫CV的 他教完寫CV之後也會教你一些interview的skills 又或者是怎樣可以在interview當中 突出你自己的personality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因為 interviewer不認識你的時候 你就很需要去表現自己給他看 還有他也會有一些comment給你 就可以令你知道我自己可以 或者作為一個ece的學生 有些什麼工種是可以去報的 還有最後一樣我覺得都很重要的就是 他有一個plotor 就會把Jesus的一些資料放在裡面 幫你分類分了部分的感覺 幫我更加有效 可以怎樣去運用這個Jesus 其實Jesus的資料都可能有時候比較靈暖 但是有了這個plotor 我可以跟回我自己想要的feel 去看看最近有什麼觀眾可以讓我選擇